Hello,大家好,我是小曼,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小曼的曼聊 今天我们继续翻外篇,监狱,阴森的环境,潮湿的空气 此时,那后宗的房门内又是另一番的天地 而这一切只能透过摄像头获取,因为今天这犯人可不一般 所以因为是由刚出道的C级英雄兔头避风侠捕捉到的 众人非常难以理解,毕竟他是让人棘手的暗杀者,音速Sonic 当时在拘留所时,可没少让他们费功夫 即便是戴上手铐,也能马上挣脱,还痛遍了同屋的家伙 现在也是多亏了英雄协会研发的特殊性剧,才使其老实了一些 如果是在普通监狱的话,就会很容易的越狱 到了,这扇门的里面就是你的牢房了 没错,这个地方是收容一些看守门无法左右的凶恶的罪犯们的设施 里面主要有,例如,能空手打开铁三的力大无穷的人 有就地取猜,就能轻易自作药、使凶器以及毒药的人 为了不危及他人的精神而隔离起来的人等等 总而言之,也而总之,在这聚集着的人就是一群异类 所以,Sonic一踏路这里,迎来的便是大家打亮的目光 哦,这回又来了个落不清风的家伙 嘿嘿嘿嘿 紧接着,并请一个顶着鸡毛发型的猛男子发上前 准备找Sonic会气 哎呦,肩膀撞上了,好好看路啊 然后,下一瞬间,这鸡毛男子自己的胳膊尽然脱臼了 尖刺,一个胡子大爷准备上前教育教育下他 呦,新来的,你是银河而被抓啊 但Sonic却依旧一副高人犯 这个其实大爷不清,哼,还挺有架子的嘛 能来到这个监狱吗,就说明你可能有两下子 不过,给我听好了,这里有几条规则 第一,新来的必须绝对服从前辈 滚,啥 见大爷出手,围观囚犯看得那是津津有味 甚至起哄了起来,走他走他就走他 因为Sonic人猫的人可是破坏王约翰 嘿嘿嘿,我下手可没轻松 都听到你骨头碎裂的声音了 然而这声音却是他自己手指碎裂的声音 因为在拳头落下的瞬间 Sonic已顺一致墙边了 而约翰的拳头落下速 则是原本挂在Sonic脚上的铁球 这速度让众人沉默 很厚的钢铁墙壁,没有窗户 进来的时候,号中的门关了好几层 见Sonic在思考着如何出去 一个年纪更大的大爷打断了他 哎,年轻人别做梦了 越狱什么的是没有用的 比起这个,更应该想想怎么在这里度过余生哦 因为在这个监狱 可是毫无道德可言 他可是见过好几个渐渐崩溃的年轻人 而这到后来 也成了他们约定书上的一个消遣方式了 当你那充满自信的表情 跌到谷底的时候 会扭曲成什么样子呢 我想想就止不住流口水啊 哈哈 哦,毫无道德可言吗 呵呵,难道外边就不一样吗 这话可把他们握蒙蔽了 失败者们聚集在一起 决定出所谓的秩序而相互支持 还真是天真 那都是人络所导致的 但我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 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呵呵,我如果想要在这里自由自在地生活着 答案是杀了所有人 此话一出带着三分凛冽 三分杀气,三分决绝 照你的姿态让众人感受到了危机 一致决定要做掉他 当然,也有不怕死的家伙准备单挑 慢着,让我来 看样子你很有自信 想要在这抢着卢云的监狱里如鱼得水的话 先打当我吧 同时警告索尼克 自己可是练拳法的 空手抢银行可以说是前无骨人后无来者 哦,被抓了还有脸说 这毒蛇真能野死人啊 气得壮汉立马挥出手臂 想胖走他一顿 这咔嚓一声吞得他那是嗷嗷叫啊 对了 恰似一身幽懒的不耐翻身 360度环绕 而那些囚犯更是本下的瑟瑟发抖 瞬间变怪了 你们怎么了 突然这么守规矩了 嘻嘻 老大醒了 安静点 总之别乱闹 老大 那么只要打倒那家伙 哪个还是算了吧 老大这么说过 副业的人要与好相处 这转变 那索尼克摸不着唐闹 之前说好的道德不坏呢 在老大来之前是那样的 但他来之后有一点不一样 安娜原先最嚣张的金毛丹 跟谁下的声音都打颤了 拜托了 帮帮忙吧 不然我们都要被牵连啊 见此情况 苏尼克严肃了起来 到底是谁 能让这些家伙害怕到如此地步 而此时 他们口中的人物正幽懒地躺着 而他便是性感囚犯 难道又想要欺负新来的吗 真是没办法的孩子们呢 最后作为惩罚 要全体升稳之行哦 原来大概一年前 性感囚犯抓住了A级通缉犯的老大 因垂涎他的美貌便和他一起进来了 虽然他是男人 却也喜欢男人 不过那被他宠信的A级通缉犯老大 天下也是精神违逆变了副模样 然 他之所以偿诉监狱 就是因为清晰普通男生是不被允许的 不过如果是罪犯的男生的话 就是一石二鸟 虽也不会有意见的 于是从那之后 只要电视报道里出现新衣的罪犯男生 就会越狱 装住之后再带回这里 破建自己的后宫 聚集自己的爱人 自然而然的 这里便越来越可怕 变成了真正的地狱 就连年岁英雄的老大爷 都感觉盛世恐怖 因为他那防守范围可不是盖的 而是表现的好的话 并可用法式相吻门哄过关 但这些听在Sonic而里盛世不渝 不过好在知道了有用的消息 既然他能越狱 就说明这监狱还是有漏洞的 放弃吧 能越狱的就只有老大了 适合看守有什么私交吗 你刚才说什么漏不漏的 在老大面前可说不出一句话 最新报道 在爵士出现的树枝海怪自称深海族 现在真有英雄在试图抵挡攻击 之前那电视正在实施报道 关于对深海族的讨伐行动 见独刺落下风 性感囚犯惊觉不妙 这样下去独刺很快就会被干掉啊 而独刺也是他心仪的众多男性里的一位 自己可不能让他受伤啊 于是在众人的恐慌下 只见性感囚犯折折身灰 一跃而起 你们给我让出路来 我要鱼鱼 这清新 性感囚犯同样也给他们 创造了越狱的条件 但这些人 虽有越狱的念头却都不敢 因为再有五秒 激动看守队就会到达 哪怕迈出一步就会变成马蜂窝 而那一口气跑到外面 也就只有性感囚犯了 同样撞出这么个大洞 也让索尼克大为吃惊 这家伙还真不是该的 那个人可是性感囚犯 是S级英雄的说 啊 新来的不见了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秃头正在为错过超市 打减价而神伤 啊 真浪费 真浪费 最新报道 在厥市出现了自称深海族的怪人 嗯 去吗 超级大甩卖新鲜上岸 各色海鲜出销会 这样的话就只能跑着去了呀 好啦 本期的故事到此结束啦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一下哦 还有不要忘记开启你们的小铃铛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